佳以角答是一個很出名的 印度的紅燈區 其實那裡有很多初忌 很多小女孩被人 可能在另一個地區拐賣回來 然後賣去佳以角答的紅燈區工作 做性工作者 80後闖印度紅燈區 怎樣幫初忌 Sonia和Daphne 去年去過加以角答的索納珈琦 這裡有成一萬二千個未成年的初忌 他們幾歲大就被捉入忌院 那些男人扔下十多元 就可以跟他們性交 對香港人來說 這裡簡直是人間地獄 兩個香港女孩長途不洩來到 其實是想探訪當地的志願機構Freeset Freeset其實是一個組織 希望可以幫助年紀輕的初忌性工作者 教他們一門手藝 去車衣、車袋 令他們學到一門手藝 令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這樣幫他們脫離性工作 做回他們自己 拿回一份有尊嚴的收入 是一個好像療傷這樣的過程 就是由他可能以前的過去很複雜 很滄桑 或者可能很多家人不接受 來到Freeset 然後有一班同路的人 大家不會再問大家的過去 創辦人Carrie和Annie 十五年前放棄紐西蘭舒適的生活 和四個子女搬到來這裡 到01年正式搞了這個組織 令到性工作者重獲自由 覺得他好像一個舊式的小學 有一個天井位 他裡面好像很多貨室 貨室全部變成縫衣間 他們的婦女就在裡面套衣 當初他們只是出到薪給二十位婦女 到現在已經請到一百六十多人了 現在他們每日做一千個袋 靠一班義工拼命向全球推銷 Daphne還遇到有義工在這裡殺寶寶 Sony 都想幫下手 於是就幫她任職的社企公平盞 買了大量貨板 例如黃麻袋和有機棉T-shirt 現在帶來香港推廣 在公平貿易商周時 明哥也買了一件 但還有過萬小孩被迫糧為窗 我們在香港又幫到多少呢?